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如此 儿子周扬十七岁了 在市重点高中上学 成绩名列前茅 他篮球打得好 会拉小提琴 刚和同学一起主持了学校的周年庆 不知多少老师对江兰说过 周扬是长新华北大的好苗子 一定得好好培养 江兰玩儿 从小到大 他多次以优秀学生家长的身份 在家长会上分享育儿经验 每每站在台上 都有不少干货输出 这得归功于从儿子半岁开始 江兰就在丈夫周骏的支持下当全职妈妈 那会儿 周扬体弱多病 三天两头就要往医院跑 他实在放心不下交给别人 好在周骏事业有了不错的起色 能够付得起全家开支 江兰安心当起闲内住 把育儿经钻得透透的 还顺带学了理财 让老公的工资前生前 这样 就算不上班 江兰也有足够的收入培养兴趣爱好 儿子上小提琴课 他就抱个鼓征 儿子学书法 他学个茶花 榜样的力量不言而喻 见妈妈坚持做一件事 孩子也不容易半途而废 母子俩齐头并进 一师一友 很多时候能聊到一块 让亲人关系不如良性循环 然而最近 江兰发现周扬不太对劲 他不仅回家时间变晚 成绩也在急速下滑 可不管他怎么追问 都捞不出一个结果 那日 周扬比平时持了一个小石头家 说是跟同学打篮球去了 江兰不动声色地联系了同学妈妈 可人家儿子早回家写作业了 他的心咯噔一下 周扬不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 还得易于老母亲从小引导和教育 上幼儿园时 他非常想要一辆小汽车 但爸爸觉得家里车堆积如山 没必要再买 那是唯一的一次 周扬从江兰的钱包里拿走十元 还撒谎说是捡到的 不过事情很快传邦 一问原有 是某个经常挑衅的男孩 有同款小车 拿到他面前炫耀 江兰没有责骂孩子 而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他 攀比和撒谎不可取 偷东西更不对 小时偷真 大时偷金 最后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代价 打那以后 将来每个月给儿子零花钱 手把手叫他积蓄和理财 或许是教育方式得当 此后再没类似行为发生 周扬也养成了有事跟爸妈商量的习惯 可现在懂事听话的儿子撒谎了 这意味着什么 江兰到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 班主任表示打算找家长聊聊 周扬最近跟一个转学生来往挺密切 用同学的话说 是那女孩打着请教作业的旗号接近他 一向乐意助人的周扬没有拒绝 除此之外 暂时没发现其他出国的举动 班主任觉得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无论是自尊心 还是叛逆心理都很强 没凭没据认定他们早恋 反而容易引起不好的效果 不如旁敲侧击提醒一下 江兰心神恍惚了一下 他也是从天真烂漫的少女过来的 年少时 谁没有为优秀的人激动过 他以前还暗恋过 班上会打篮球的体育委员呢 心动实在算不上是十恶不赦的事 不过江兰能理解是一回事 还是有必要来一场亲子沟通 眼下正是要紧关头 最好把经理都放在学习上 江兰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周俊 万一他惹恼儿子 他还能当中间人调节调节 那只周俊一听见周扬可能早恋 反应特别大 他以前是学渣 早早出了社会接受毒打 幸亏他性格豪爽 加上不断努力才吃得开 周俊一向为儿子的优异成绩感到骄傲 老实说儿子是清北的苗子 那可是祖宗坟上傲清烟才有的 哪容破坏 这根直肠子一上来就问周扬 是不是看上哪个姑娘了 即使喜欢了也不能有任何想法 该读书时就必须专心致志 没料到关系不错的父子小船说翻就翻 周扬通红着脸说没有 还破天荒地发了大脾气 你管好自己的事少来管我 周俊在公司当惯了领导 听见儿子不服管教 脾气忍不住冲上来 江兰吓了一跳 好言好语踪踪踪调和 才把眼眶泛红的周扬劝回房看书 可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大 周扬不肯给出半句解释 江兰思前想后 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如找女房妈妈打听情况 家长会马上要开 当时应该见得上面 由于周扬成绩小华严重 江兰没有乘上台分享经验的家长 她的内心没有太大波澜 好学校人才济济 不迎头追赶就容易后退 当务之际 是找出儿子成绩下滑的原因 江兰按班主任事先的提示 注意到那名叫做许贞的女同学妈妈 许贞的妈妈打扮很时髦 一头波浪卷 烈焰红唇 看上去跟她不是一类人 等到结束后 江兰在班级门口拦住了她 想聊聊两个孩子的事 然而 许贞妈非常不好说话 江兰语气十分委婉 问她有没有发现最近女儿的异常 并提了提许贞经常找周扬辅导功课的事 许贞妈炸毛了 你什么意思啊 是说我女儿勾搭你家儿子了 江兰对这样的用词感到非常不适 班主任见其他家长走得七七八八 上前解释了几句 许贞妈冷笑 没想到重点高中也这么势力 看谁家有钱 谁家学习好就偏抬谁 说完 她勾起红唇盯着江兰 话可以乱说 屎盆子可不要随便乱口 我女儿长得跟我一样好看 就算是勾当 肯定也是你家臭小子先懂得些 许贞妈妈匆匆离开 根本不留任何协商的余地 班主任只好安抚江兰 有发现苗头 一定会好好教育俩孩子 明的问不出名堂 江兰只能从暗处着手了 周末 周俊要加班 周扬也说 约了同学去附近图书馆 江兰笑着送父子俩出门 转身戴了墨镜和帽子 跟上儿子 当间谍可真不容易 江兰跟着周扬三叉四拐的 发现他走的路 根本不是通往图书馆的 周扬上了一辆公交车 江兰只好打车跟上 期间他唤称了两次 终于看到 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区 车子停得乱糟糟的 周扬在小区绕了几圈 在一栋半旧的住宿楼前停下 人躲进了暗处的绿植 江兰纳闷 爱学习的好儿子 怎么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跑到人家楼下蹲点 很快 他发现了盲点 离周扬不远的地方 停着一辆熟悉的宝马 车牌号正是周骏本人的 有那么一瞬间 江兰喘不过气来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周扬的视线 恰好扫过这边 他惊慌失措地小跑过来 妈 你怎么在这儿 你呢 又为什么来这儿 周扬终究是半大孩子 有着接近成年人的思想 也有志气未托的冲动 他嘴唇动了动 终于决定告诉江兰真相 周骏有可能出轨了 对象是班上 那位转学生的妈妈 江兰如遭雷击 手脚忽然好像不听使唤 正在这时 周骏下来了 身后跟着的 显然是许真母女 周扬想冲上去理论 但被江兰死死拦住 暂时隐没在绿植的一角 等人走远了 江兰的力气慢慢恢复 才详细问起儿子的情况 周扬顿了顿 一脸颓丧地说起最近发生的事 许真转学过来有几个月了 在学校对他特别热情 还打听他家里的情况 一开始 周扬以为他对自己有意思 毕竟从小到大 他收过不少情书 但他并不打算早恋 决定保持距离 那天下大雨 周扬看见许真上了爸爸的车 副驾上还坐着另一个女人 有那么一刻 他意识到了些什么 周扬不是书呆子 身边有不少同学的父母 都是为了小情人离婚的 怀疑一旦产生 罪名便会成立 周扬留意起他爸的一举一动 尽管周扬仍然跟从前一样 对妈妈很好 但他觉得非常的不安 一直以来 周扬扮演的家人 角色非常完美 他赚来的钱 交给江兰拿去理财 出差会给老婆买包 给儿子买乐高 花起钱来不会手软 在外面餐馆吃到美味的东西 他也会在节假日 带母女俩一起品尝 前不久 江兰生日 周扬还亲自下厨 请朋友到家里聚餐 当众表白他家里打理得很好 是自己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老公事业有成 老婆贤惠大气 儿子阳光优秀 怎么看都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可周扬发现 爸爸跟别人有了私情那一刻 多年的信仰崩塌 他日夜担着这个秘密 以至于无法集中精力学习 周扬通过许真弄到他家地址 知道周俊今天会带他们母女去吃西餐 他想阻止 想让爸爸回心转意 别让妈妈难过 但始终没有勇气冲上前质问 一旦真相洪水外泄 周扬害怕妈妈会被抛弃 更担心幸福的小家会被冲垮 只是没料到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妈妈竟然跟过来了 得知真相的一刹那 江兰搂着比自己高半个头的儿子 心酸倒 你好好读书 大人的事让爸妈自己解决 江兰虽是全职太太 但她没有跟社会脱节 平时跟朋友交流理财心得 人脉还是可以的 她很快查到许真妈的来历 那女人是周俊分公司的下属 明艳张扬 赶在酒桌上跟男人拼酒 有奸情是实锤了 只是不知谁先主动 不过对江兰来说 出轨的男人就像掉到粪坑的大便 不减浪费 减了恶心 考虑到对儿子的影响 她认为不能拖泥带水 用炖刀子磨肉 江兰不清楚周俊 为那母女做到什么程度 为了保证儿子的生活质量不下降 她要提前做准备 江兰拿出五十万 以报名高尔夫求课的名义 转去朋友的会所 周俊看到合同时皱眉 干嘛给儿子报这么贵的课 不怕影响学习吗 江兰轻飘飘地表示 多留条后路总是好的 万一以后能通过打高尔夫求 认识更多有价值的朋友呢 周俊在社会打滚多年 深知人脉的重要性 何况老婆的投资眼光 和养娃水平都不错 就同意了 等到证据搜集得差不多了 江兰起诉离婚 一开始周俊死活不肯承认 直言她跟许真妈是普通同事 看在单亲妈妈的份上 才多照顾一点 江兰冷笑 把儿子蹲在许真家楼下 照片拿了出来 你金屋藏胶 本来是不容易发现的 可是你情人野心太大 不但让你帮忙转学 还让女儿当面 还让女儿当马前卒 来骚扰我儿子 她叨叨入心 把许真女儿 故意影响儿子读书成绩 泄露周俊经常到他家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儿子成绩下降 全是被你连累的 他为了你出轨的事 日夜烦心 到头来 不知要不要向我告发 你的无耻行为 一直在纠结 周俊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 但他坚决不同意离婚 周俊承认 他最初对许真妈 是没有想法的 可那女人很不一般 不但在酒桌上挡酒 还拿捏住男人 永远蠢蠢欲动的野心 两人借着酒精 有了第一次 许真妈没让她负责 反而说知道 她很看重家庭 保重绝对不会骚扰 成年男女的事 图个尽兴就好 她懂事明理 不会在她回家时 吃醋闹别扭 一切让周俊安心 人是得拢望数的 哪怕家里嫌妻再好 终究抵不过男人 对其人知福的向往 但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某天 许真从学校哭着回来 说有同学掀她裙子 还把她关在厕所欺负 许真妈忍着伤心 在云雨出歇时 哭诉跟了周俊那么久 都别无所图 只想求她 把女儿弄到好点的学校 巧的是 周俊有人脉在儿子高中 她一时脑热帮上了忙 但她没料到 许真居然知道周扬是她儿子 还故意接近她 将来洞悉一切 这对母女好手段 不知破坏过多少家庭 母女俩都是绿茶 对付男人非常有一套 压根没人骚扰许真 当妈的教女儿撒谎 无非是想借力 去更好的学校镀金 许真野心更大 嫉妒周扬像天之骄子一样存在 恨不得抢走她的好爸爸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有过成功的案例的 许真妈的上一个情人 就是为了她跟家里大闹一场 原配忍受不了离婚 才有了小三上位的机会 只可惜 俩人还没领证 那个没用的男人 就破产了 周俊崩溃至极 儿子是她最骄傲的资本 何况她应酬过多 早几年就查出若惊了 为了挽回江兰和周扬的心 周俊把许真弄回原来的学校 找理由炒掉情人 但绿茶母女 哪有这么容易松手 最后许真妈 把事情捅到公司和孩子学校 弄得人尽皆知 两败俱伤 可怜的周扬 好端端地被风言风语拖累 成绩一跌再跌 江兰恼羞愁怒 把这对母女做过的恶心事 发到网上和锁住小区 让他们承受吃瓜群众的唾沫星子 另一方面 江兰坚持被儿子做心理辅导 周扬复读一年 终于考上比较理想的学校 周俊苦苦求复合 他始终不肯答应 哪怕这男人留下房子 和大半存款给母子俩 江兰始终生不住半分同情 有些路是不能走的 一旦沾染上妮妮 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头 江兰很清醒 儿子上大学后 他跟着儿子去了上海 往后的日子 都是好日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